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您的老朋友配方师小赞 稍息呢我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万金油产品 那么本期呢要特别照顾一下干皮 尤其是干饼皮的同学们 虽然我也知道做敏感机相关的这种内容是特别没有热点的 而且呢这期发出去点击量甚至可能还会有点惨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科普向的作者 我帮大家分析以及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数据什么的都不重要 还是挺重要的 希望能给个三年支持一下 说到干饼皮啊 我其实自己也算一个 一到秋冬特别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 洗皮搔痒泛红全都来了 有这样的情况的小伙伴们呢可以在弹幕里面扣个A 那你们这种遭遇呢 我其实自己是感同身受的 因为再严重一点我还犯过湿疹 很多人以为湿疹是因为潮湿造成的 其实不是 湿疹反而是因为极度的干燥 导致皮肤上的这个微小的伤口被暴露 从而诱发的这种炎症过敏的问题 所以呢干燥起皮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举个例子大家应该能明白 就是各位手指上应该都长过这种倒刺吧 那虽然它都是一层死皮啊 但是它会牵扯到你下面的这个皮肤 而且呢还会很疼 我们面部起皮其实跟它也是一样的道理 会伴随着一定的炎症 所以大家呢千万千万不要忽视掉这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根据大家所面临的情况的不同 来给大家出具相应的解决方案 同时呢也会附上可以选择的产品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首先第一个麻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起皮了 我把它称之为万恶之源 因为起皮呢不仅会影响美观 而且呢还会让表皮屏障工人被极大的削弱 并且呢这种干枯翘起的这个角质层呢 它是无法通过单纯涂抹油脂来解决的 换句话说就是即使你用了乳霜 它可能还是会起皮 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需要借助水核作用 也就是通过大量的湿敷让角质层水核软化 从而在短时间内抚平翘起的这个角质 从而遮挡住这个暴露的伤口 并且呢水核中的它能额外的促进巧利蛋白的媒解 使异常的角质尽快的脱落 那么用于水核的产品呢 我不推荐那些乱七八糟的面膜啊 大家可以考虑易用的冷腹贴 不过以免面膜的测评应该要在双十一之后才能给大家出了 到时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呢大家其实还可以考虑活泉水或纯涂的湿敷 那关于纯涂啊 目前我在试用的是苏西之源的这款极雪草纯涂 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纯涂啊 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 纯涂呢其实就是一种蒸馏法提取的时候 冷淋下的这水溶液副产物 它里面有一些微量的植物挥发油 还有一些水溶性的活性物 所以相比传统类的精华产品来说 纯涂中的活性物浓度并不高 但也正因为如此啊 它的温和度会比较好一些 也更适合偏敏感的人群 另外呢有很多的厂家是直接用纯涂来代替水做配方的 苏西之源他们家的纯涂呢 生产的工艺跟其他品牌的纯涂不一样 他们采用的是负压蒸馏 也就是温度控制在四十到八十度之间 这样呢可以尽可能的保住原材料的这个活性 当然呢也会有微伤鼓吹啊 什么什么我家的纯涂是纯天然的不含防腐剂等等 那这些基本上都是忽悠 完全不做任何防腐措施的纯涂啊 暴露在空气中是非常容易自身微生物的 用这种所谓的无防腐措施的自治纯涂 反而可能造成严重的感染问题 最终得不偿失 苏西之源的这款纯涂呢 它采用的是新兴防腐 对抢基本一同以及乌阿纯 虽然呢温和 但是它也仅仅够维持开封后六个月的防腐效果 所以你们开盖之后呢要尽快地用完 另外呢他们家的纯涂很多 我之所以选择积雪草的这个纯涂 是因为积雪草它本身的活性非常明确 积雪草有促进育合的作用 所以它能够帮助快速糾腹起皮 引起的这种嬉笑张口 同时呢它也有抗炎和促进胶原再生的这种效果 帮助维持皮肤的弹性跟稳定 总体来说呢用积雪草纯涂来做水合 也是非常合适的 不过这个产品呢它有一股糊糊的药味 感觉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 另外呢苏西之源他们用的是头盗饱和的纯涂 没有稀释所以说比较敏感的小伙伴们 一定一定要用这个纯涂水先稀释之后再用 我自己实践下来呢要稀释到5比5 更敏感的啊我建议稀释到2比8 另外这么大一瓶也不怕浪费 等起皮的问题恢复以后呢 还可以用来当化妆水一物两用 除开纯涂之外我们可能还需要用到另一个产品 而且呢这个产品它是有一些不可替代性的 就是埃尔博士的这一款修护凝胶 那么我今天先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后面的内容呢也会反复的来用到这个产品 那么这个凝胶呢是单独由山东药学科学院研发的 核心呢是以透明脂酸为主 包括呢高分子的聚合透明脂酸 中分子的常规透明脂酸 小分子的煤切透明脂酸 轻止性的一线化透明脂酸 以及具有生物活性的硅黄化透明脂酸5种 前三种呢主要针对保湿 根据它们分子量的大小分布在皮肤不同的深度范围 一线化透明脂酸呢额外的补全覆盖面 强化整体的保湿效果 而硅黄化透明脂酸呢一方面作为肤感调节 降低水性保湿剂那种特有的粘力感 另一方面呢跟其他的活性物一起进入皮肤 发挥功效 比如它跟激态一起可以减缓炎症造成的自由基损伤 帮助维持皮肤的弹性结构等等 功能呢也是非常多了 硅黄化透明脂酸呢在这个产品里面添加量是3% 这个料很贵 也只有FREDA自己敢这么加 那么它其他的活性物呢也是很有诚意的 首先是2%的泛醇还有0.1%的伊克多因跟集血草的干粉 那么在抗炎跟促进伤口预可方面呢也是很彪悍了 关于它的不可替代性 主要是因为它还有一个特别的性能 就是这款产品呢在厚涂一段时间之后 它可以在皮肤上形成一层特殊的水性防护膜 来给皮肤持续性的进行保湿 同时呢它还能帮助阻隔一些外界的刺激 所以呢我们在处理起皮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首先可以在湿敷之前先在面部薄薄的涂一些凝胶 来增加一些活性的透明子酸的渗透 在湿敷的过程中呢 你可以周期性的喷洒活泉水或者存入 来维持面部的这个水分含量 然后呢在我们湿敷完之后 你再拿这个凝胶进行一个厚涂 来持续性的锁住水分 等这个凝胶完全沉膜之后 你再涂上相应的保湿乳霜就可以了 另外关于湿敷 我是没有用压缩纸膜的 我这里用的是壳居糖的这个面膜布 那么这个面膜布很特别 就是它就算用纯水泡 也都会自己带一定的保湿力 而且膜布的这个吸附作用本身是比较强的 它可以起到一定的清洁质养的效果 但是它的成本呢比较高 所以说没有几个品牌做的 我在朋友的工厂里面拿了一些 如果说你们想要的话 可以去店里面看看 另外要提醒一下 因为膜布的原材料是蟹壳 所以对海鲜过敏的小伙伴 千万千万不要使用 好参照我们前面的这个密集护理 解决完皮肤起皮的问题之后 我们还要需要面对问题的源头 干燥 除了受基因跟环境影响之外 我们护理的方式也需要特别的注意 首先是关于洁面产品的选择 脸呢不可以洗得太干净 要保留一部分的皮脂膜 过度的清洁呢只会造成纸质的溶出 跟天然保湿因子的流失 那么角质结构呢会因此变得松散空洞 自我保湿能力也就会直线下滑 因此呢像洗脸仪这类的产品啊 干敏皮的同学请赶紧扔掉 关于洁面呢也尽量要选择 中低去脂粒配方温和的产品 并且呢还要减少使用的瓶次 以防过度的清洁 目前来看手上的这款古语的奶泡瓶呢 是比较合适的 首先呢它是一款主氨基酸表和的洁面产品 以业有限干燥酸钠为主 其他的氨基酸表和为辅 干燥酸的钠盐呢在加入柠檬酸以后呢 会产生结晶 然后用高分子增筹可以得到这款产品 所以正常来说呢 它也算一款真筹型的氨基酸洁面 因此呢不会过度去止 除开氨基酸表和之外呢 它的产品还额外复配了轨迹葡萄干 也就是APG 进一步降低了产品的刺激性 提供了更好的起泡性能 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产品的清洁效果 让它保持在一个适中的水平 防护体系采用的是 新型防腐对增性变形桶 整体呢比较的温和 所以针对敏感肌而言 在配方层面 产品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针皮皮呢因为缺少油脂 在清洁的过程中 更容易出现搓盘子的情况 但是呢这种物理拉扯 对皮肤是不利的 所以产品呢 另外还添加了两种氧粒子调理剂 可以额外增加皮肤的顺滑度 减少这种摩擦刺激 个人实际体验下来呢 这种滑感呢 它其实并不算重 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产品整体呢是一种乳液样的质地 看起来呢像牛奶一样 怪不得叫奶泡瓶了 气温呢非常的淡雅 让它很舒服 涂收气泡呢 泡沫会比较松散 用气泡网的话会更加绵密一些 整体呢比较好冲洗 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温柔的使用感 使完之后呢会留下一点点微微的滑 皮肤之后呢也会变得比较柔软 另外关于抽筒干燥 除了解面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滋润梯度的控制不到位 说人话就是 你用的产品的保湿能力不够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用护肤油来人微的 调整整体的滋润梯度 不过那干敏皮呢比较害怕刺激 所以那些含金油的护肤油呢 我一律都没有考虑 除以谨慎呢 最后给大家找到的是 蜜色草的这款海茴香精华油 它的成分呢一共就三个 辛酸鬼酸干燥酸脂 海茴香以及绞沙丸 非常非常简单 正是因为它简单 所以才能够尽可能的避免 对皮肤造成的刺激 辛酸鬼酸干燥酸脂呢 是一种跟皮肤接入性很好的多性油脂 它不仅仅没有滋动性 而且十分的温和 海茴香提取物呢 可以加速皮肤细胞的更新和分化 有抗老的作用 同时呢也能包住重建 修护表皮的伤口 也是非常适合干敏皮的这种情况 关于绞沙丸呢 最顶级的肯定是鲨鱼来源的 但是呢 由于法规和环境的保护 它的产量呢极其的稀少 那么市面上用的比较多的是 植物合成的绞沙丸 但是呢 它的杂质含量比较的高 容易引起痘痘 蜜色草的这款产品呢 它用的是糖发酵法的绞沙丸 纯度呢 是比这个植物绞沙丸要更高的 也没有织斗的隐患 所以呢 我是非常推荐干敏皮来用 目前呢 这款产品呢 店铺里面已经上架了 有需要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具体的用法呢 在洁面或者是化妆水之后 先在手心上 滴3到6滴的这个精华油 然后呢 用手掌这样温开以后 慢慢的按压在脸上就可以了 干敏皮呢 如果是用前面爱尔博式的凝胶 做日常护理的话呢 最好也是 先用精华油打底之后 再用凝胶来涂抹 这样呢 可以保证面部的滋润度是够的 那做好这些呢 干燥的问题 我们差不多就是可以解决了 接下来呢 是干敏皮最烦躁的第三个问题 泛红搔痒 这点呢 我真的是深恶痛绝啊 因为首先它痒 会不自觉去挠它 然后呢 不挠不要紧啊 越挠就越严重 跟我一样的小伙伴可以扣个1了 谢谢 其实关于泛红跟搔痒啊 是比较严重的炎症反应了 如果说再重一点啊 比如说水肿了啊 深夜了啊 那你得赶紧先看一下皮肤科 一定不要放任它继续恶化 一般来说呢 面部的这种炎症问题 是需要重视的 因为它呢 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 并且呢 它不会亚裕光老化 一方面呢 我们要学会自我控制 不要去摸啊 不要去碰 如果说你实在忍不住啊 你可以选择一些特别的产品来临时的镇静 像我的话呢 用的是米贝尔的这个修护面膜 那么它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产品啊 我们有空在细讲 我用它呢 主要是介度它的两个点 第一个点呢 就是用它里面的薄荷醇乳酸酯 对皮肤造成的这种刺激呢 来反过来缓解痒感 啊 没错 就是以毒攻毒 另一方面呢 产品里面有一些同利子呢 可以帮助修护表皮的伤口 从而加速自愈 我一般呢 是厚涂一层 等差不多20多分钟之后 刺痛和冰凉杆完全消失之后呢 再用温水洗掉 之后呢 我会厚涂上一层艾尔博士的修护凝胶 然后等它沉膜 那么涂完凝胶之后呢 我们还要用到一个产品 就是擅草剂的这个杨甘菊宝石面霜 这个品牌 大家听到最多的应该是他们家的水跟乳 应该很少有人会讲这个面霜啊 那先说一下擅草剂 他们家主要是做精油护肤的 精油这种东西吧 做得好就好 做不好就拉垮 抗米温草方面呢 个人比较有好感的就两种精油 罗马羊甘菊以及香蜂草 那么这个系列啊 包括他们家的水乳霜 都是以罗马羊甘菊为主 主打蓝色治愈风 不过这个蓝色呢 它并不是羊甘菊的颜色 而是另外一个成分 叫枝子果提取物 那么这个提取物里面 还有大量的枝子干和精力瓶干 包括这个蓝色呢 也是一部分水解的精力瓶 跟金氨酸结合产生的颜色 那么枝子干呢 在临床上是有明显抑菌跟抗炎阵痛作用的 而枝子果提取物呢 还对角质细胞的增值分化 以及神经线的生成呢 是有明显促剧作用的 因此呢 它还可以同时帮助改善皮肤的评浇功能 在抗炎方面 产品化的心思呢 也比较的多 首先呢 是采用了羊甘菊花水 来搭配羊甘菊精油的这种思路 让羊甘菊中的水溶性活性物 和脂溶性活性物呢 能得到完整的发挥 马齿线呢 和抗米专利 使产品的整体的抗炎阵剂效果呢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我个人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也是在很短的时间 就肉眼的感觉到了 这个产品的一些退红的效果 所以呢 对于这种产品啊 我可以说是宁可错杀一万 也不会放过一个 这不 第二天我就把它送去了这个实验室 去塞查它的违禁物了 好在这个产品呢 并不存在违禁天价的情况 也让我安心不少 另外这款面霜的油脂体系呢 也是非常安全的 基本上不太会有制作的风险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放宽心 整体上呢 它是一种淡蓝色的膏体 有一股羊肝曲的这种药物啊 推展度一般 而且呢涂抹的时候呢 非常有存在感 试过你就懂了 但对我而言啊 这种厚实的滋润度呢 恰恰能够带过我们这些干敏肌种 特别的安全感 我甚至呢 偶尔会选择厚厚的涂一层 哎 什么敷感不敷感的 都难受成那样了 只要能稳定皮肤 这真的都不是事 最后呢 是关于干敏皮后期维护的问题 第一我还是倡导 精简护肤的法则 不太推荐大家用各种各样 什么乱七八糟的修复类的产品 你要知道啊 就是你最终皮肤的恢复 更多是取决于你皮肤的滋生 所以呢 不要去用那些 被吹得天花乱雀的产品 它只会给你皮肤增加负担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注意 皮肤微生态的一个培养 就是定期的做清洁 清水呢也算啊 然后呢 要远离过度 就过量防腐这种产品 里面破坏我们皮肤整体的 军群结构 关于这类呢 有改善的产品 因为篇幅的关系啊 我这里就没办法多讲了 后续有时间 我再来给大家讲解讲解 推荐推荐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 一直关注我们的视频 明白种草 理性呼呼 那么我是配方小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